花莲大地震之后,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严莉莉会长第一时间就联系的吉安乡长游淑珍 乡公所迅速整理出乡内红丹、黄丹还有特殊贫困需求受灾户有308户 6月9号是由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团队亲自来到吉安乡发送每个人1万块钱的纾困金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会长严莉莉对于吉安乡公所展现出的高效率、行动力还有执行力表示肯定 因此协会在迅速的期间内也募集了资金,要关怀吉安乡的受灾民众 当然我是花莲人,我更需要我们总会来支持 所以我们的秘书郑竹亚他也很开心的就帮我们找了这些团体 然后我第一线我就打电话给吉安乡长说 我在一个妇女会,我们要捐款花莲 他马上提供名单给我 真的这次是我们想象中,因为我们才医疗床才捐赠没多久 我们总会也会觉得说,全世界姐妹要再募款可能有点难 所以我们这次花起的这个全世界的姐妹 外国的姐妹也很踊跃,一下子10天的时间我们就捐了1000万给花莲 那我们吉安乡,那个社会科学科长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边可能要许到300多万 那我们就总会就评估了后,我们就捐给吉安乡300万这样 乡长游书珍特别感谢来自世界各地妇女姐妹们的爱心 让吉安乡亲接受到温暖关怀 再次感谢世界华人妇女工商器官协会 为我们带来的女力的爱 再次呈现在零四零三大地震震后 针对于红单户、黄单户 以及为贴单户有受损房屋的弱势灾害特殊境遇家庭 总共308户 今天特别在端午节前夕也带来满满关怀家人的力量 也到为了制证我们的肉粽来挹注这一份的爱与关怀 尤其这一次四华带来的捐助款项 也是在这一次零四零三里面最巨额的一个款项 谢谢我们在地的这些会分会 有我们严丽丽理事长带来姐姐妹妹们的爱 就近的关怀到我们的家户 在这里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受灾的家户们 我们勇敢站起来为自己加油努力 为未来的每一天做好了激进的力量加油 当午节前夕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捐赠节安乡300户地震灾户 每一户1万块钱的慰问金 同时乡长游淑珍也准备了肉粽发送给灾顺家户 让大家一起温暖过节 游淑珍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捐助 既然乡亲不孤单 相公所团队会尽全力来协助民众 顺利走出强阵的阴霾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接着会见相报道